再看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 当年他在马总统上任之初 曾经因为景气低迷 通平马政府行政效率差太官僚 而现在他的儿子张国伟 接任长荣航空的董作 个性敢言的他也炮轰桃源航空城 就像没有蛋黄的空包蛋 我们现在就来追踪了 究竟蛋黄在哪里 原来长荣他想在这个机场的北侧 扩建一个维修的机棚 但是现在卡在土地使用的分配问题 被迫推掉了上亿元的维修飞机订单 披上Hello Kitty彩绘图样 长荣航空载客量往上冲 董事长张国伟的点子奏效 接班地位稳固 这回不留情面 对桃源航空城开炮 说像是只有蛋白 没有蛋黄的空包蛋 关键就在长荣航太 紧邻桃源机场 航空城的蛋黄 竟在眼前吃不到 分析地理位置 蛋黄的范围涵盖现在中心航空 私人飞机商务中心 长荣想在这里多盖一座维修机棚 受限合约得再等三年才有机会 也可能被机场拿来盖第三航下 缓不济急 空包说引起机场公司不满 强调用地计划核定之后 包括长荣华航等业者 才抢着说想要这块地 张国伟更批评 桃源机场受限两岸政治因素 流失转机欧美的陆客消费力 拱手让给香港韩国 偏偏长荣航太的维修能量已达饱和 摇钱树KTG的授权就快到齐 只剩三年多 要赚外快 修飞机似乎比较实在 自家生意占三成 另外有七成订单都来自外籍航空 被迫推掉达美UPS货机至少200架次 那这个是飞行医院连报的资料 预顾是要飞13小时20分 用iPad取代17公斤的飞行手册 张国伟力求革新作风强势 跟父亲张荣发一样 被踩到痛处 不惜杠上政府 GPBS新闻林志伟 肖红和尤浩婷台北报道